我們今次會用討論的方式和大家思考 如何建立與神相愛的關係 內容我們以前講過 但最主要是我們能否活在這種外中呢 凡在天國是愛的角度 凡在天國裏的人都一定是愛的 我們的回憶應該是愛神、愛世人和彼此相愛 紅色是神做的 必定的 神一定愛我們 問題是我們是否經常都覺得神愛你 我們是否經常都被這種信念充滿呢 詩篇33B五字一起讀 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神的創造個人 大家可以用麥克風去回應 你吃的時候 你單是吃東西 因為一邊吃東西 一邊臨著神愛你 當我心靈充滿的時候 每逛路好像牧師一樣 喝水 吃東西 吃東西很開心 甚麼要這樣開心 要這樣舒服 嘩 真的出去 吃東西 看得到開心 看得到開心 詩篇有103篇說 上帝的美食吃得我們是祝福 我們是頑留頑童 我們是頑留頑童 有神的愛 這種生活方式 你們是否已經成為這種習慣 有沒有這種習慣 有時候想著神的愛 如果能夠這樣 是非常好的 當你真的日常這樣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不同 有甚麼不同 當你時常這樣去想神的愛 有沒有改變 人有甚麼不同 有不同 非常不同 好像甚麼事都沒有 我很想做很多事 好像說 真是神做大事 當你給人讚美 愛神 上班後 走路後 坐地後 神人很愛我 我知道你真的很愛我 神人很美麗 那個愛 不是父母的愛 不是拍拖的愛 我也不知道 那個愛 很滿足 做戲 口著目笑 他覺得你真是好 很想吃你 但想到這句話 說出來 還開心 我神人很感激 我神人很想吃你 我神人很愛 我也不知道怎樣表達 神人很愛 神人很美麗 看了每一個人 坐地上 為何每一個都不同 神人很美麗 我看到你的廠所也是不同 搞个矮的旁边 笑个肥的 真的不同 很多神说 神来真的很伟大 当然伟大就是上来 但他真的要是你很失望 还有我们想到无奈 以赛书4月9章15节 一起读 苦人 这能忘记他吃奶的鹰牌 不连殊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可不忘记你 即是说到神 常常都忘记我们 我们中间有妈妈的 是否会 即是当儿女小的时候 常常都挂着她 圣经就用这种东西形容神的爱 即是他常常都挂着我们 在你祈祷的时候 譬如我自己祈祷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这样想 神现在想着我 神现在在爱着我 我并且不是只是头脑想的 而是用灵去想 如何用灵去感受呢 即是他感受 祂在爱着我 在心灵里的深处 去感受到神的爱 而且一想到神的爱 是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如果你去到一个 即是跟神的关系 你来到一天耶稣 你来到一天耶稣 你真的好 即是神的爱 可以涌入来 可以感觉到神的爱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些经历 就放在记忆里面 我自己就放在记忆里面 我自己都会经历到 所以我就常常都想到 神现在常常想着我 爱着我 这种信念 而在困难中 都是这样想的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习惯 即是一天 会不会多次 多次会想到 想到神的爱 在神在挂着我 会不会想到呢 希望我们常常都想着 想着神的爱 随时随地想着神的爱 在你讲 我都随时随地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我 神给我的爱 我是伯伯得来的 所以我就 在公司不停传福音 很想将这些好的信息 都 我在神里领受的事 都介绍给身边 美信主的人 很想他 都得到这种 白白得来福气的恩典 今天又不见了电话 不不见了 是留下的电话在厕所 又 又很幸运 又感谢主 神可能引领 然后进厕所的姐姐 就说 你的电话留下了 其实如果给着其他 可能是我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神是很恩典我 我之后就感谢主了 感谢主了很久 是的 有些人就半信半疑 我又 有些人说 神很爱你 有多爱 有多爱 很爱 我为什么感受不到 都由他为他祈祷 他们都说 真的感受到 还要是 信了主很久的人 火热了 他感觉到 他又知道神很爱 感谢主 好几次去金熙商场 金熙商场 有一间店叫 司翼23 我差不多次次去 我都见到他 有些人在说 耶稣 差不多次次都是 神赐给他这个心 我补充 并且 我一无人 我就坐在那儿 看圣经 那些人 长年六月都见我 看圣经 有没有好奇的 你在做什么 哇 我看圣经很好 我昨天带了一个 不信主的客人回教会 哇 他竟然 他说从来传福音 没有人传到我 你竟然 要我晨早流流起床 没可能的事 竟然去到 接着我带了他回教会 他带了他女儿 我还跟他女儿 说关于福音的东西 我还跟着他回家 接着吃了饭 不是 聊天 他还留我过夜 要听这个福音 我跟他睡在床上 睡又说 睡又说 乱起床 是女人 起床又说 他说 哦 我悔改了 哇 那真是 神给你一个很热切的心 很放 不是很计算很多东西 就是神 很多人做生意就怕死了 如果说那么多东西 那些人会不会走呢 有些人会这样 但是他们很多熟客 经常都回来 好了 神做动物都爱子女 就是说 动物都会有神那种 武性在里面 他们都会 看到子女会爱 他会在里面爱出来 比如有人拿他的子女 或者他不见了 那些动物会 好像哭 呼呼声叫 叫法不同 狮子就是这样 很难扮狮子叫 但是我看到他就 呼呼呼呼 一直叫 如果他还能找到 狮子仔又会回应他 比如那些 那些 那些 海狗 海狗在沙滩里 很多很多海狗 那些宝宝在里面 接着父母走下去 要捉鱼 捉鱼 一去的时候 他一两天 他很久回来 接着回来 有时候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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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困难里面 你困难的时候 会不会 都会想到耶稣呢 就是 不只是 信你那一阵 不只是 信你那一阵 在困难的时候 你会不会 就想到耶稣 就 耶稣是你爱我的 你帮我 你和我一起 会不会有这种的心态 有没有困难 就是你们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 当人伤害你的时候 当有点烦恼的时候 你有没有困难 去想到神的爱呢 对 上次 不舒服 还有 剝了两只牙 我来不到 那牧师 就为了祝福 我 其实我一直在感谢神 由我痛的 开始 是痛了 然后发烧 然后又来不到 两次来不到 那我一直都在感谢 我 神有你的意思 那你都 病了 不是病的 就是牙痛而已 因为流血 它是停不了的 那些人就失去 在那个过程中 原来 神都叫我 透过这件事 更加有亲近的 去读圣经 想不到 那段时间 是读得最多圣经的 我觉得很特别 我一直去感谢神的时候 我里面是很特别的 以前未经历过 是很轻散的 心很特别的 好了 这个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 他这个是做出来的 但是呢 的而且 这个鳄鱼是会担 那些鳄鱼仔 它是很奇妙的 它会生蛋 生蛋之后 它就会在附近的水藤 那里 就是它生蛋 就会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水藤 没多远 就会在那里生蛋 接着它就在水藤 那里等 而等的时候 其实周时就被那些 蛊鹰 和蚊 钉它的眼 全红了 而且没得吃 因为在一个水藤 那么小 人家也不会走过来 通常鳄鱼吃 当然要找一个大的地方 去捉那些东西 捉那些东西 捉那些东西 但它 当它生了那边 它整天 在那里 根本不会有动物再来 所以它是要饿着肚 然后等好一天之后 那些蛋就敷了 敷了 它不是先出来 它听到声 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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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声 它就会走去 爬开泥 然后 接着 将那些岳鱼 拋到口 其实很 很特别 因为它的牙齿 那么利 那么大条 那么有力 它稍微大一点 就咬死 但是它会很细心 神其实做很多 很多人说天性 其实很多天性是神创造的 即是 是神给它 因为它第一次生的时候 它不知道 你想想 它小时候不是个BB 那么它妈妈将它担 它会不会记住 妈妈那么担 我将来这样担 即是它是否在思想上 那么明白呢 因为它自己 到了大时候 它就会自动 它懂得去找回 这样的地方 它未必是它妈妈生的地方 它就会懂得找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里生蛋 就在那里等 那妈妈没有告诉她 那时候我们等了你很久 没有告诉她 很多动物的那种天性 其实是神创造 放在它里面 是很奇妙的 当你认识动物 你就知道神的奇妙 即是神的 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 神生我们出来 用了很多心机 慢慢去尋找我们 去用各种方法吸引我们 我们不听话 它一直吸引我们 以至你们研究 现在我经常都想着耶稣 经常都爱着耶稣 经常都爱着耶稣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很不同的 神很多次提醒你 你一信耶稣 就会经常都想着耶稣 你一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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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会经常都想着耶稣 是不是 你一信耶稣 就开始是这样的 其实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 多数人不是 你一信耶稣 初期是不是 成天想着耶稣 不會的,這是學回來的 學回來和聖靈提醒我們 經歷聖靈的人更加容易這樣做 神做一些很美麗的風景 你會不會喜歡 覺得神很愛,神充滿愛 其實去到這些地方 你嘗試放鬆 現在我們在這裡很難製造這個環境 當你想像到周圍樹 雀鳥在這裡叫 我在想為什麼雀鳥叫 雀鳥叫 有些原因就是 例如要找配偶的時候就會叫 但他不是經常找配偶 你有沒有聽過雀鳥 整棵樹有很多雀鳥? 其實有些樹 雀鳥有時能住在一起 它不是有鬥鵝 全部都站在樹枝上 我曾經在佛羅交易去旅行的時候 那個導人帶了我們去一棵樹 那個樹有很多同一種雀鳥 他帶我去一次 那些雀鳥很特別 到時候開始暗的時候 開始有些梨了 有些梨就站在那裡 然後到上下又有別的梨了 而我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 到某個時候 突然間有一站 會飛去一個方向 然後回來帶群一點 那我就想 是不是他知道 有些雀鳥在來 然後他就會帶他來 然後他來到 到上下 他們初頭站在 有兩隻比較突 然後那群來到 他就會自動走到另一個樹枝 而我留意就是 他不是前一晚的樹枝 不是前一晚的樹枝 而是另一個樹枝 然後一站在那裡 然後其他雀鳥就會走到那裡 我看到兩個大的樹枝 樹部 可能有100隻雀鳥停在那裡 全部是同一類的 當我這個經歷之後 我就留意到 我走過有時看到一些樹 你有沒有走過樹 有很多雀鳥在樹裡面叫的 我發覺原來 雀鳥是喜歡住一棵樹的 但他們就住了兩個樹枝 而且那個樹枝是露出來的 所以我洩漏了很多雀鳥 在同一棵樹 這個都是神創造的 就是 似乎他這個聖 他到時都會 他會一群人走到那裡 就睡覺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那種聖 神放在他裡面 都聖很奇妙 神照顧每一種生物 他們懂得怎樣去找配偶 怎樣生蛋 怎樣照顧 以及織那些巢 那些很精巧的樹枝 就是緊扣著的 讓那個巢很穩陣的 這些都是神很奇妙的設計 做我們又很奇妙的 就是他感動我們 你會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神太太你真是好 我經常都會這樣過 我會想到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很喜歡你 多謝耶穌 你真是很好 我一想到神就已經是很喜歡的 大家有沒有這種的習慣呢 這個是需要培養的 你有沒有發覺是一個時間 慢慢培養呢 譬如你上班 會不會記得一路愛護神呢 有的 有的 嘩 要看多樹就說 嘩 神呀你真好 即是你看到樹就會說 神呀你真好 是的 好像我說七廚上班 嘩 那個地方好舒服 神呀你真偉大 我真的很妙小 我都不知道去哪個地方 神呀你真好 我去很多這間空去 我就好舒服 我說神呀 真的不用吃飯都好舒服 真是敢吃 敢吃都好舒服 耶穌說過 好嗎 我們不如會吃 著意我 有意性的壞意我 嘿我敢吃 我又得獎了 我又敢吃 我見我做 哈哈 感謝神 希望大家都養成這種習慣 活在神的愛中 我今次的信息是甚麼呢 希望大家將這些信息 入了心 放在心裡 神去拯救我們去尋找你 那個過程 大家有沒有一些很奇妙的經歷 由你未信主到信主過程的時候 神是不是有做一些很奇妙的事 我自己來說是很奇妙的 那個過程的得救是很奇妙的 大家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經歷簡短 這樣說出來 從未來得救到得救 還有我經理神第一次 我要和朋友約會 一起禮拜 有人三天 有人三天 有三天回應我們來吃 吃東西 我咬著 那時候有些佛教 佛教 沒有所謂 大家珍重了大家的信仰 不要跟我做朋友 不是那麼好的 我感恩 就在這裏 我認識了朋友 我說好 我跟你去 去了 跟朋友一起去逛街 我喜歡買東西 逛街 那一刻 我去教會 唱歌的經歷 我教會 我坐在那裏 我聽詩歌 我沒有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都很喜歡唱歌 那些世界歌 但是聽我的詩歌 是給我一個平安 是真的給我一個平安 那一刻都沒有怎樣認識神 最奇怪的是 那一刻人家呼召了 叫缺姿 啊 那我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 是很願意走上去的 因為你會聽到 鏡快讚你 你知道我教會是 一路穿 星期主日 就是 很開心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心突然跟 可以上自己 但是跟著的 真的好像 走上去 那時候是很渴慕 想說你教我 你教我 就是覺得 是被 綁綁裡面 黑暗裡面 出不來 是覺得沒有人可以搞到自己 那時候就聽到 詩歌 舒緩 都覺得是平安 得到釋放 甚至很神奇 有些人要欺負我的錢 我跟那個社交人 約好了 今晚真的要亂跪 我便亂跪 那個人要欺負我的 怎樣搞他 真的 那晚上我已經動手動手 sein 首先 郝綁拿出來 那個人 正在安德鎮 拿 而我後面只是飛 今天 lumache 就要 collision 但 我的魂 他要提起我 詩篇 一篇那我記得 詩篇講 我说,这个不是,是个什么,不做我有几乎 哇,他就说,不赚最远的道路,不做我的道路 这个时候,不断过我就做,因为我要分钱 哇,我一眼都要做,我发生什么事 要做好做,要拿钱,是我的,不过我分的 他说,大金镇,现在都正眼了,哇,是这样提醒 我说,什么事呢?我跟着那个人说,喂 他叫我五大姐,他说,我要拿到我的分钱,是公演 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要 我说,起来晚上吃宵夜了,听了解了,我不听了,我不听了 我不要啊,哇,那时候真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到现在,为什么我会感谢神了? 因为我,那一拍,明天拿了钱,我要做下拍 甚至,逼得人家要死的,人家拿不到 逼得人家要留,今天死了一个人 逼得,最后是我,我在后面 我说,你很爱我,你很爱我 因为我是无心灵的,管救我啊,提醒我啊,爱我啊 本来,就是逼个人给钱你,那你心里面就觉得 不对,不好,可能逼得那人太紧要 因为找个收数佬去收的时候 可能用那种恐吓的方法 所以,令到你自己知罪,不应该这样做法 那这个都是一个,就是神在你里面做功 就是神原来,那么多感动人 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这那么多,我们的心就说神了 你真是好到不得了,那心就很喜欢神了 就会变了,有什么事都会觉得神很好 神充满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力了 我们看这一点,就是得救之后,下一步呢 就是叫我们知罪了 又汉福音十六章八节,一起同下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即是圣灵不断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想回我们曾经多少次不听话 而圣灵提醒我们 怎样做错了,里面确定是不舒服 这些经历你试过多不多? 多 真的很多,我自己也试过很多 圣灵一路教,一路教,一路教 然后呢,到某时候我们开始醒了 就说,第一种醒是 我不想这么辛苦,因为败得罪很辛苦 不想这么辛苦,然后再提升就是 神,我的生命这么宝贵,我不想浪败了一条命 另一个就会说,我想祝福人 所以我不想一条命受影响,犯了罪就会受影响 这个就是神,耶稣真的会入你的心 真的会提醒我们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如何悔改 当我们不听话,祂又会提醒我们 有些经历经过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始听话 有些人醒了,真的不要等那么久 而立刻回应 在现在来说,我真的完全不再想犯罪 因为我看到神这么大的礼物 神真的有很多礼物给我们 帮人帮得这么快 神在这个星期真的很奇妙 我在这里再一次分享很奇妙的工作 当我们礼拜五那天去和人释放的时候 准备做的时候,我就收个电话 那人就说,我想了很久是否奉献给你们的机构 给你们的课程 那我就说,为什么要想这么久呢 他说,自从几个月前我为他续释放 我都不记得他 可能我为他祈祷 不知道他带他的子女来一次 或者一两次,我都不记得他 他就说,自从那一两次之后 他就整天,圣灵就吹给他奉献为我们的课程 而,他就怀疑,他就觉得不知道是否真是假的 因为他就跟我说,他是一个很大的数换 我听到我都很惊讶,是十万元 我是很惊讶的 他写的时候,我都看清了一枝 他写是什么 100,000 四个零 四个零是一万 是五个零 是五个零 他就说,他一直有这种吹逼的感觉 而他有三个群体帮助他 一个是他自己的舞堂 另一个是在另一个教会 他参加一个小组 我们是最少的,只是一两次而已 然后他就说,在那天早上,他四五钟醒了 他的心就好像啰啰的 他就看圣经 神就引导他看以斯拉记 就看到就是说,不要慈言,见殿 他就跟我说 就是这件事 我就说,我们只是想建造教会 建造教会就不是为了金钱 因为我都不会收工的 我又是做义务的 那做什么呢? 就想训练一帮人 在教会事务和出去事务 就影响这个地方 还有呢,开教会是怎样的? 有些做教育也可以,有些做训练也可以 就是开放式 有一部分人就是教友 有一部分人就是来参与 来受训练,又去服侍影响 就是一个影响全地的教会 祝福别人的 不只是想着我们建立多少多少 不是这样的 那我就觉得是神喜悦 还有神就是去 为何? 因为我之前还记得神是否开教会 他已经收到不要慈言见殿 开教会就不用再等了 不要再慈言了 他接着就打给我 我说我们正在想着建教会 所以那个不要慈言 就是神跟你说话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 这个神的工作 当我看到神的工作 我就是神了 我不能得罪你 我不敢得罪你 因为神你真的有奇妙计划 有一切安排 在我们生命有奇妙安排 这里讲到知罪 这里讲到知罪 我们真是不知道 不听话多少次 讲到这个犯罪 很多人找我就是怎么样 唉 跟我说 我犯了很多罪 我不知道现在 还能否得救 有些人跟我说这些东西 又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 有些人说 我洩动了圣灵 我不知道是否得救 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些说话 我自己的答案给他们就是这样 圣经有两个经文 一个就是这个 《旅行福音16章8》 即是说 圣灵来到叫人为罪为疑 为审判自己 集结自己 要为罪 即是说我们犯了罪 指罪我们的罪 为疑 即是为了神的公义 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告诉我们没有做到 为审判 将来我们要审判 就让我们知道审判 即是圣灵会提我们有审判 当我们有圣灵 就仍不够有这个知罪 另外在《高龙多前书》 《高龙多前书》 希望大家记得这两个经文 那里就说到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即是说 那个人仍然想耶稣做救主 他仍然有圣灵 即是圣灵感动 人才能够称耶稣为主 如果没有圣灵感动 人就会拒绝神 不喜欢神 不爱神 但有圣灵感动 如果没有圣灵感动 人也会有这个能力 因为人在罪里面 是会抗拒神的 所以当人 有时有些人 我才有个人 他在梦中 就在梦中 蝕毒圣灵 他就说死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蝕毒圣灵 有没有不得救 我说如果 因为有时有些人 他会偶然的口说出来 到底他是不是真心蝕毒呢 总之你的心仍旧 真心之罪 你知道这个罪 你证明这个罪 你又想耶稣救你 即是圣灵没有离开你了 即是你未正式犯了这个罪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就立刻悔悔 你反而你不要整天想 我还是否得救 他就猛想死了 我还是否得救 我说你不要想理由 你就信靠亲近 尊重神 一路亲近神 你就不要猛想死了 我还是否有机会得救 你仍然会悔改 你仍然会信靠耶稣 你仍然会得救 我希望大家记得 这两个经文 记不记得 有没有 十六章八字 很容易记得 十六除二八 十六 十八十六 十八十六 十六 然后十二章三字 光临得前书 十二章三字 这两个经文 就讲到得救的人的表现 就是会知罪 神会提醒你 会信靠耶稣 就证明神在你里面 阿们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经历过 简短 不要说很长 简短的 神如何提醒你知罪 然后你的心里 这里面 其实也有分享 阿源 分享了很多 他怎样追溯 还有 卖了偶像的钱 这些都是神提他 令到他 真的很知罪 大家有没有这些经历 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 谢谢 局师说到 就是说 你有没有提醒自己的罪 其实是刚刚发生的 因为我女儿上来 要接我孙女 其实我做事的时候 我真的不太喜欢人家 去答应自己 他打了几次电话给我 因为我听不到了 后来我拿回电话来看 知道他找了我几次了 原来他在下面的马会 等了我很久 我教了他怎么来 但他好像每一次 其实都不是今次 有很多次教他来的地方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都不知道怎么来 我经常都要帮他 今次也是 我有些闻诊 我有些闻诊 我叫他 电话跟他说 怎样走 怎样走 他那次又问我其他东西 我问是否这样 怎样走 我发觉我里面有些闻诊 我有些闻诊 我突然想到 如果我闻诊 他应该我服侍 我在电话里面 我就跟他 我就说 你不要了 你在马会等我 我来接你 我很想快点解决这件事 就立即去接他 大多人声明后 我见到他有点不开心 后来就 我自己一路歧託 我说 主啊 我有些闻诊 我就立即在神面前要聚 但是圣灵提我 我给他电话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 对不起 我认识面的态度 可能令你不舒服 很差 我说 我抱歉 因为在做这件事 我明天很想有些其他东西 我就立即跟他道歉 他当时就跟我发问 那件事就走了 对了 刚才姨姨姨问我 其中时 他问我什么感受 我告诉他 我没有 那我就知道 主啊 求你醒我 我拦了他 因为他里面 可能因为妈妈的语气 或者态度 对他 都拦了他 他不开心 那我自己 很感谢圣灵 我立即自己处理自己的态度 好 感谢主啊 其实神在我们里面 可以不断做工 这就是神那种耐性 因为如果有个人不听我们话 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我们就会 好猛猛的 但是神是很有耐性 每一次去帮我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 这个礼拜 你尝试 每天都在想着 耶稣在爱我 有些圣灵如何提醒你 多谢圣灵你提醒我 神给我们资罪 我们又多谢圣灵提醒我们 给我们一个信靠神的心 多谢圣灵你提醒我 当我们肯去作见证 或者服侍主 我们又多谢神你提醒我 这样我们就建立一种 跟神很密切的关系 并且想到是神的爱 这样做 是神的爱提醒我 事实上 当你想到会祈祷 已经是神的爱提醒你 譬如你 忽然间坐着 对 耶稣说过祈祷 其实神就提醒你 那句话 祈祷 然后祈祷 原来是神提醒我 上个星期 听到什么 我今天应不出来 如果大家试试与神有这种相交 多谢神 你刚提醒我 感谢耶稣 你的心就很感激 任何神做的事都感激 你就会建立到 跟神一种很密切的关系 有时我会这样 我在想 神你真好 为什么你会这样提醒我 为什么你会这样看我 我一想就会感动 立即有点眼泪走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被神的爱感动到这样的程度 当你时时在这个状态 你就会跟神有一种很紧购的关系 是拔到实了 是时时都被他影响的 时时都被他改变的 这种关系就是 你真的不单止认识 耶稣说我认识他 耶稣说我跟他很熟 我跟他有很多交往 很多interaction 很多交往 这样的时候 神就在你里面做很多事 祂就整天可以跟你说话 祂也会用很多方法 去confirm 就是去告诉你 我信任你 我喜欢你 我喜悦你 譬如我听到这个奉言的消息 我觉得是神喜悦 我不是夸耀 我是多谢神 不是我们够好 是神 神这么好 神又多次感动这些人来找我们 又得到释放 又得到医治 譬如我们为那个人祈祷七年多 失眠 他回到家 他祈祷 他祈祷的时候 他就蒙蔽靈 他的眼睛是这样反的 我望着眼珠 他没有办法望着我 他一看 然后眼睛就反到上面 他的眼睛就不断 直直 他要撑开 他又黑 撑开又黑 他就一直奉耶稣 跟他说这个蒙蔽的赤年 然后他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望着我眼睛 然后他回家之后 他就求来睡了 教了一个钟头 他就传个信息给我 他就说 我睡这个钟头 真的这么多年都没有 睡得很甜 睡得没有做恶梦 真的是很好的 耶稣真的很厉害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我两天都睡了 真的很好 当我听的时候 这些都是神的认证 神做工 神认同我们所做的事 神是喜悦我们所做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说 神是喜悦我们爱祂的 一起说 神喜悦我们爱祂 神喜悦 神喜悦很喜欢的 就像Maisy在报导 常常传呼一声 神是很喜悦的 就是我们个个 常常这样 见证神是很厉害 我们就会兴起一帮人 真是很看重神 很喜欢神 很爱神 很被神的爱激励 你就会有很多见证 你整个星期都 很多见证 回来就会有很多见证 分享 行不行 当你时时是这样的状态 和时时找机会为人祈祷 你就会有很多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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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阅